只要你们两个好好的 外祖母就踏实 你来做什么 今日朝堂之上 多谢你出手相助 我可不是为了你 我是为了天下百姓 你先下去吧 我有一些话想对公主说 不许走 就在这儿待着 我跟她没什么好说的 王爷请自便吧 我想和你聊聊迁都之事 既然是正事 王爷请说吧 我今日交出兵权 只是权益之计 赵孝他们今日暂时退权 随时都会再提的 我已经给董小姐写信了 让她找人 先用一批粮食到都城 先把梁家稳下来再说 梁家只是其中之一 赵孝他之所以想要迁都平川 最根本的原因 就是为了扳倒我 赵孝确实跟之前不太一样了 也不是 是我们都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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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宝宁 我对你的真心 从来都没有变过 参见太皇太后 外祖母 外祖母没有打搅你们吧 瞧您说的 拜见外祖母 免来免来 拜家知道你们关起门来 是商议正事 前都的事 万万不可 外祖母 少不得得豁出这张老脸 干一仗 断了他们前度的念头 不行 我不同意您这样做 你知道 外祖母要如何做了 知不知道都不重要 反正 我就是不想您辛苦 您就安安心心地宫里享福 其他的 我们自己想办法 只要你们两个好好的 外祖母就踏实 哀家还能活几时 能为你们做点事 哀家心里高兴 不光是为你们 更是为慕安国 为百姓 就算是日后 我去地下见你们的县地爷 我也不能袖手旁观 祖母 中国人 很ioè 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